星期外 爱情爱的感受 希望下落的你可 可爱蓬蓬群 加上甜美笑容 平均年龄17岁的小鹿跟厨子 因为是超kawaii 高洁少女的粉丝 特别花时间编舞 练舞 还请人帮忙拍MV 希望能让更多人来打高洁 高雄捷运自从去年11月 推出了四个动漫虚拟代言人后 不但成功吸引到年轻族群 甚至还有日本粉丝大老远跨海来台 只为了参加高洁少女的见面会 如今还有日本出版社 要以高洁少女为主角出小说 大家会为了想要看高洁少女 都会想要多搭乘捷运 而高洁少女究竟有多夯 看看高雄青鬼即将上路 但交通宣传影片 不是找大明星来拍 主角就是高洁的虚拟账务员小球 另外还记得八月底 拨卡议题延烧时 其实一卡通高洁少女卡 也在台北开卖了 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抢光 高洁还说今年暑假 特别挑了冷门的捷运站办活动 竟然吸引了日本北海道大学 东京大学的老师 特别带队来观摩 两个月八场活动 就吸引超过两万人次 抢大捷运 因为一个高洁少女 让高雄这个地方也被日本人知道 觉得非常的开心 高洁少女不止动漫迷超爱 就连还不认识的旅客 看到一比一的虚拟代言人 也抢着拍照 从来没想过 虚拟角色变身超夯代言人 不仅有效提高高洁运量 还能把高雄的能见度 放眼到国际 接着季博士张醒 高雄报导